凯莉和玩具朋友们 硬币 收银台 最后还有 花店玩具装在这里面啊 小朋友们 凯莉希望自己长得像花一样的美丽 所以凯莉下定决心 开一个漂亮的花店铺来哟 就是这个花店哟 花 对不起 小朋友们 总之凯莉准备了漂亮的花盆 还有各种各样的花束 还有一些道具 也许你们会问怎么没有花呢 那是因为 每个客人喜欢的花都是不一样的 凯莉要是接到预订单的时候 会拿着前面这些漂亮的花朵 来给客人们做卖出去的商品的 客人来了 欢迎光临 这是花店呢 你好你好 我要买花呀 不能不能小海报呀 你要去哪里啊 还戴上了这样的尖顶帽 这不是凯莉的声音吗 你看不见我吗 真是的 你的尖顶帽都挡住了你的眼睛呢 是凯莉呀 你在这里干什么呀凯莉 凯莉嘛 凯莉希望拿下花一样的美丽 凯莉开了花店了呀 今天是谁的生日吗 带点回去吧 你需要多少呢 小海报你买吧 今天是小坏熊的生日 我要去参加小坏熊的生日派对 那你需要买花过去的呀 如果生日的时候你的朋友收到花的礼物 他肯定会喜欢 是吗 那我来看一下吧 不过怎么把花都摘下来了呀 不是的不是的 这个呢是很特殊的 花店呢 如果你来挑选你想要的花朵的话 凯莉会把花朵制作成花束或者是花盆送给你的 不过你选的花越多价钱就会越高的 那么凯莉 那么凯莉小坏熊好像喜欢蓝色还是粉红色呢 这朵花是不是枯萎了呀 再拿一个 这个我选了三朵花了 好的呀客人你是需要做成花束呢还是要花盆呢 那就交给你了客人随你的便吧 那么插上去的话 花朵插在这里 就这样的话呢 非常漂亮的花盆就完成了呀 不过你再等等吧 还没有结束呢 这并没有枯萎 而是很特殊的花朵 看好了 给花浇水了呀 黄色的花呦 黄色的花变成红色的花了呀 那么现在呢 你给我钱吧 给我钱以后你就可以走了 哦 这个好神奇呀 好好看呐 你怎么了 我对花过敏呢 给你钱吧 哦 那就太谢谢了 把钱放进这个收银台里 谢谢购买 请慢走啦 再见了凯莉 凯莉 凯莉 不过我一想 小焕熊怎么没有 没有邀请我 去参加生日派对呢 凯莉以为和她是好朋友呢 凯莉赶紧把花卖掉以后 去参加小焕熊的生日派对吧 哦 客人来了 欢迎光临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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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 我是青蛙王子 您好 青蛙王子 您需要买什么 听我说吧 我打算向林瓜的公主求婚 有没有适合的花呢 哦 您要求婚 凯莉的花店呢 有很多漂亮的花 您送给她凯莉家里的花朵的话 公主肯定会非常非常喜欢你的哦 啊 好的 那么能不能给我做一束花呀 呃 我们家呢 有漂亮的花树和漂亮的花盆 什么的都有 你喜欢哪一种呢 或者青蛙王子 你喜欢这样跪下来 然后双手举起给她献花的话 嗯 我觉得送花树比较好 但如果你打算给公主送一个悄悄的秘密的惊喜的话 我觉得送花盆是比较合适的 嗯 嗯 哇 嗯 青蛙王子 您都纠结了一个小时了 能不能快点决定啊 嗯 嗯 哎 我得去参加小浣熊的生日派对呢 时间不早了 嗯 嗯 嗯 您是故意犹豫的吗 嗯 真是的 那这样吧 凯莉娜把花盆和花树各做一个 你把两个都可以拿走的 根据情况你再做决定吧 是个好主意啊 都过了一个半小时了呢 真是的 好吧 青蛙王子 凯莉会给你制作漂亮的花礼物的 先把这些花拿走吧 在林国的公主面前呢 用这个浇水器 给花浇水就可以了 看好了 看好了哟 这样子 噔噔 噔 是不是很漂亮啊 浇水就开花了呀 哇 这个很不错的呀 是吧 是吧 那么先拿好这个 凯莉先给你做花束了 反正今天卖不完的花 花朵都会全部枯萎的 所以 凯莉呢要用很多很多的花瓣 很多很多很多花瓣 当当 哎呀 好沉啊 当 就这样的话 花束完成 好了 那么请你拿走这两个花礼物吧 来 那么青蛙王子付钱给我吧 哦 给你钱哦 哦 给这么多的钱呢 哦 那是因为我对他们很满意 那么我要先走了呀 熊 真是的 都怪青蛙王子 小浣熊的生日派对就要耽误了 凯莉呢要抓紧时间 使用这剩下的花朵 来给小浣熊做一个生日礼物吧 赶紧去参加生日派对了 来 给花朵浇一点水 浇水保持它的新鲜 变得新鲜了 还要准备漂亮的浴巾香 浇上水 熊 好 那么凯莉要去参加小浣熊的生日派对了 呦 今天呢凯莉拿着花店玩具一起玩了玩游戏 小朋友们觉得怎么样 有意思吗 那么凯莉下次还会带来更有意思的玩具来分享哦 下次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